我想說,我們落地獄不會因為一樣罪就落地獄 一定是跟神有持久的關係,那個人就得救 如果他根本經常都是... 經常對於神都... 神都不知道是否真的,神都不知道是否救我的 我都是...祈禱都是不想祈禱的 他們時常都會在關係上卡住,或是沒有動力 人們說祈禱是甚麼土呢? 譬如他沒有心,這就是一個危機 再說到那個情況,神的確可以... 譬如有一個人,他一直都是基督徒,甚至是侍奉神 不過他總是生氣他的丈夫或太太 然後他又生氣他的女兒,為甚麼經常都不聽話呢? 我太太真是壞了,經常都這樣的語氣、態度 我很生氣他,很生氣他 他一直持續在這個憤怒,他就可以失去救恩 這個是... 譬如你說... 我剛才在最後離開世界之前,忽然他生氣 然後就... 一聲就死了 譬如剛才撞車,生氣人時的車撞了 是否落地獄呢? 如果一個人繼續跟神有關係呢? 他應該是不會落地獄 不過呢,我們都... 記實聖經所說的 不要繼續去... 不嚴恕和去生氣人 因為這件事是... 可以有嚴重後果 但是呢,你又不用整天怕死了 死了,我這件事犯了罪 忽然間呢... 忽然間耶穌一陣回來 我就會落地獄了 那就是... 我不想你這樣怕 不過呢,我們要知道罪真的有破壞性 就不用怕 剛剛最後那陣怎麼辦呢? 還有,聖經是有講到 明治在創世以來記在身邊擦上的 即是說真正一路行救得救的人 他是會繼續信靠主的 那些人是... 是繼續得救的 那... 嗯... 即是我們... 是... 這個是需要保持的 得救呢 不是說... 我要回教堂,我得救 而是... 繼續保持悔改信靠主 即是我說到六件事 是信主之後必定做的 得救方面是悔改信主 然後呢,跟著會做什麼呢? 就跟救人有關是什麼呢? 悔改和信靠主 跟著呢,兩人跟關係有關是什麼呢? 跟主的關係是親近神 和愛神 跟著兩樣行為 遵從神和侍奉神 即是會持續繼續去悔改 即是信耶穌呢 就留意到自己的罪 有些基督徒是很少知道自己的罪 即是經常咬人又不覺得有什麼事 那些就很有危險性了 即是時時都會負面 生氣人又不覺得有問題 有聖靈呢 就會覺得有聲音的有提的 不要這樣做 離開這種罪 那這個就是聖靈之一 我們就回應了 這個就是親近神的一部分 私下有個問題想問 我想問一下呢 是否一個人 即是離開世界之前 是完全不會改善才可以留下你 私下有個問題呢? 如果我覺得我拖累了其他人的話 所以我這樣做呢? 永遠都是不好的 拖累了你就去悔改 你自殺不會對別人好一點的 即是沒有任何的原因 任何的藉口去自殺 即是 但現在真的沒有選擇呢? 不會沒有選擇的 就算我被人逼到打到死 我都是不自殺 不過我可以說求神佔我的靈魂也行 耶穌也是這樣說 哦 扶一下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你手中就行 但我不是掐著我的頸神 我現在把我的靈魂交給你了 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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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這樣呢 你就是一種怨恨神 怨恨自己 我生命很苦 你快點接我吧 你們發問呢 不是去想想 哎呀 某本小說 古代有什麼 是講我們自己本人 有沒有什麼信仰的問題 你先是想問什麼 我們是在上帝萬世之前揀選的 是 凡是永遠得救的人 是不是代表人有前世呢? 沒有前世的 沒有前世的 即是萬世之前 即是你未出世 你爸爸都未出現的 以前神已經揀選了你了 即是你爸爸 你爺爺 或者阿當都未有的 那時候神已經揀選了 我未出世之前 我在哪裡 沒有存在 你未出世就是沒有存在 人就是沒有存在 因為聖經是沒有說到 有前世的 就是沒有存在 沒有 但是神已經認識你了 神已經知道我 凡是得救的 所以我們的靈 我們是間算 即是 我是不是一個聖靈 會感動 就是有間算 你繼續 你會繼續有聖靈的感動 你又繼續想跟從神 你一直跟從神到底的 那些就是間算的人 所以真的有些人 是可以失去救恩 有些人真的一段時間 信主義 失去救恩 他那段時間都有感動 我都認識了 有些人 曾經有感動 但是他就 就是 隨意輕看這個感動 就失去了 可以犯罪 沒有前世 沒有前世 沒有 來世 即是說去天堂 我們沒有前世 今生和來生 我想問一下 其實神一早已經定了 哪些人已經避得救 已經減損了 那真是 講得 衰少少 那是不是 即是 不被減損那些 那真是 一早神已經知道 哪些是不被減損 OK 這個問題我想解釋就是這樣的 首先 減損這個教言 不是我們作出來 是聖經講的 聖經說是有減損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聖經又說 神愛世人 神想救所有人 那我們怎樣去 將這件事 compromise 即是兩件事合併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任何人說 耶穌說我想你救我 他就發現原來他是減損的 即是總之你的心 你聽到福音 會回應神的 那這個人就是神減損的 即是他真是一路回應到底 那你就不用怕 說死了 你求神 神都不會赦免你的 不會的 即是沒有一個人是會說 你求主赦免你 救你 神都不救 不會這樣的 即是總之凡是真心會改的 他就發現 神已經減損了 那有個人用一個圖畫 說呢 就挺好的 那一道門 還沒進去的時候 就說信耶穌得救 於是便進去 他進去 轉過來看著門寫著 神一早已經減損了你 即是他信了主之後的法 原來我們是被神減損的 但神呢 他說 神減損了 但他都要我們去福音 即是他都是信任 是 這些責任 全部都有的 即是好像你結婚那樣 你說 我結婚了 我是結婚 不過我沒有責任 有沒有這樣的婚姻呢 由結婚一開始 我就不煮飯了 你煮完了 我結婚之後呢 我什麼都不做 我又不做工了 那我坐在那裡 我天天就在那裡做少奶 即是 婚約也不會這樣 神的約 是有講明 所以聖經 我們也說了幾次 如果 將恩賜埋藏 是要進入永營裡面的 所以 是有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就是 因為這個約 就是有恩典和責任的 譬如婚約 你會有這個人跟你一起 一起過世 不過也有責任 什麼約都是 你合約 簽合約都是 你簽合約 不是說 你說了會給人工 我 我不做工都坐在那裡 都會有人工 不會這樣的 一定是有責任 有恩典才有責任 是否 神呢 一早就知道哪些是被淺註 知道的 知道的 但他還要我們 一定要負這個責任去傳託因 因為神的救恩 是要透過人去救的 是透過人去傳福音的 是 那即是 哪些得救 哪些人不得救 神一早就知道的 是 我們仍然要去傳福音 是 這個會不會 講得逐些 神是 在玩 即是 我不知道用什麼 先預定的 OK 神的 都是他掌控大 神掌控大 你記住一件事 神永遠是祝福 神不是掌控 不是用掌控的字 掌管 因為他是感動人的 他不是控制你 你一定要怎麼做 人是可以有 可以拒絕 有自由意志 他可以拒絕 但這個感動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當人去悔改信主 神就會感動他去做神的事 因為傳福音是要透過人的口 所以神會用人 而他的目的 如果你想得差 神用人 玩人 但其實神不是玩人 神是想祝福人 使用我們祝福人 因為神不能夠出現 在多數人身面前 他不會出現 因為人有罪 所以他不能夠出現 但是神 有時候 他會用儀仗 用方法 向某些人出現 這個呢 我們解釋就是說 可能這個人有尋求的心 所以神就向他 顯現 就是向他講說話 都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都要去的 是啊 他的簡算是 他是預算我們做完才有這個後果的 他預算會做 他知道會做 他知道誰會做什麼 他知道了 其實他真的 是的 他自有永有 其實他 我們 他什麼都知道了 所有事情都 但是 誰得救 誰不得救 他也知道 但是他都想 那些不得救的人得救 不過他們是拒絕 但是他知道這些人 是他們拒絕 所以他們不得救 因為神在所有人心中都有感動 叫他尋求神 還有改變生命策的機會 生命策是不會的 生命策是寫成這樣 但是神依然想他得救 神依然是憐憫他的 不過神又知道誰是得救 他知道誰是得救的 這個呢 其實 我記得牧師你說的說話 你說呢 你只要想以神去歡喜這件事 就可以 今天那個結果 其實我們不知道 可能我們那一刻是散了 但不是收割 但可能有人是收割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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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